一張張有證會票 外加一封手寫信都是要寄給彰化 一名曾被惡老闆施虐的羅姓少年 總金有一萬六千元 是來自屏東監獄的十位收容人 因為看到新聞決定幫助 曾經到剛購公司當學徒 卻被惡老闆逼持會晤 全身還被射了五百多發的BB彈 甚至被電擊右腳 導致二到四指的腳趾截肢 現在罹患創傷後 住院治療的羅姓少年的媽媽說 因為自己是新住民又獨自撫養小孩 經濟能力不太好 很感謝這十位收容人互不相識 卻願意捐贈這筆錢 讓羅姓少年的住院費又昭落 屏東監獄強調以黃姓收容人為召集人 召了其他九位都曾經因為一時犯錯 被關進日中反省的收容人 用監獄內公訪所賺的零用錢 存下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為羅姓少年盡一點綿薄之力 華新聞零說紅年會 謝總理 張華報道